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油烟是导致女性患肺癌的主要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有请到方泰厨店的经理Ray 跟大家说说厨房里这些厨具用品对去除这些油烟气味的重要性 欢迎您Ray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方泰厨店在加拿大的总经理 负责加拿大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事务 我来加拿大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大家 谢谢 欢迎做客们的节目 谢谢主任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提到了 其实在厨房里面真的是有非常多的让人非常头痛的问题 没有办法去解决 就比如说这个油烟和气味 所以想问一下您是做这个厨店 就是厨具方面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了 那么在厨房里面这些厨房的这个用品 对于我们的这个厨房里油烟和气味是到底有多么重要呢 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是的 就是很多华人其实刚刚移民到加拿大来 那他肯定要炒一些华人喜欢吃的菜 那华人的烹饪习惯偏向于重油的煎炒烹炸 那他很显然就屋子里就会油烟弥漫 那不同于国内的这种厨房构造 对对对 这边都是那种开放式的 没错没错 搞得那个全满屋子都是味道 对 有时候其实就像我们家的经验 就是有的时候因为要炸啊 要炒啊 这个烟雾很大 然后油烟机的这个 因为用的是吸人的这种油烟机 然后它的这个这种量啊 这个吸油烟的这种马力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有的时候甚至需要这个把这个一氧化碳的这种敏感器 就是这个报警器摘掉 以防它会有报警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头疼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在留学期间其实也深有体会 那租住的公寓呢 显然它就会没有一个好的油烟机的配置 那他就经常是要拿塑料袋 会把这个油烟那个报警器啊 没错 封住然后才发修 像这种情况 其实有些人会问 是不是只是因为油烟问题会对人啊 比如说你说像刚才你提到过的 对于这个妇女的这个有这个肺癌啊 发病率油烟是主要原因 那还有一个原因 其实我也想提到大家 它其实对于整个房屋的寿命也会是有影响的 就比如说我们橱柜的寿命 它因为积了厚厚的一层油 而且这边的房屋都是木质结构 所以说味道啊 就是说入木三分嘛 讲的其实就是讲的就是这个 就味道很容易渗到房屋里面 很难去除 然后在这些华人卖房的时候 它也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些买者买家就会挑这样的问题 没错 从而是您的房子本来能卖到一百万 可能就因为这点问题少卖了五万 少卖了六万块钱 大概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所以您就是会觉得说厨具 就是这种厨房的一些用品 对于整个就是人体 还有整个乃至我们的房屋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所以选择一个好的一个厨具来说 是对我们的家庭和人身体是非常重要 对 不管是从健康角度 而且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考量的话 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刚刚也是提到您是方态厨具店的 那么您是怎么会 就是说这个选择用方态来 这个牌子其实在国内是被大家熟知的 但是在这个国外 我们的这个方态好像是刚刚也是进驻我们的加拿大 怎么会去选择方态作为这个代理 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说来话长 我家里面就是家族里面 在国内有过将近20年的这种家电的经营的历史 当然是以零售为主 同时也代理过很多的品牌 说大家耳熟能详的 包括本土的 包括进口的德国品牌 西门子这些 那通过这20年的就是说合作就会发现 那方态呢 在就是国内众多的锄电品牌里算是 肯定是第一的 不管是从销量上来讲和口碑上来讲是最好的 而且呢就是我们特别欣赏它的企业文化 它是以儒家文化作为一个企业文化去管理这个企业 然后呢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上市公司 它是一个家族企业 那就说明了 它并不是一个追求利润型的 那我们知道上市公司它肯定要因为要对股东负责 所以它会追求这样的那样的利润 那方态作为一个家族企业 它不是一个追求利润型的企业 那据我所知呢 方态每年他拿出5%的销售额 去作为 它不是利润哦 是销售额 去作为一个研发基金 那我们拿去年来讲 就是方态在全国有60亿的销售额 也就是说他去年拿出了至少1.2亿人民币 作为一个研发的基金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要看好 它不断创新嘛 不断推陈出新 作为一个行业的领导者 而不是跟随者 这我觉得整个如果再往大来讲 那放大到中国中国制造产品 那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 就是不要总去模仿别人 而是要作为一个自己特殊领域 自己专业领域的一个领导者 去做一件事情 那么这个方态 它在这个家具就是除电方面 它们的一些优势是什么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 它有足够的科研经费 所以它可以不断地去研究新的产品 然后第二个 而且它还有专业 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很多大型的企业 它不但做这一块又做那一块 它什么都做 但方态只做厨房电器这一块 所以说它会更加的专业是这样的 那么您觉得就是 你把方态引入到了这个加拿大 就是您对于这个加拿大 这个华人 就是加拿大的这个华人来说 会给他们的这个家庭 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和影响 就像之前说 说华人家庭经常一做饭 就是厌恶弥漫 像战场一样 那首先呢 我们会从健康角度来讲 就是说 华人的主妇们做饭 再也不用被油烟所困扰 再也不用担心 做完饭之后 脸上和头发上都是油腻腻的 再也不用担心 橱柜上都积着厚厚的一层油 这可能是最直观的一个变化 那第二点变化呢 就是说我们经常有人讲说 一个大马力的油烟机 经常是轰隆隆的 像火火车一样的 那从这个听觉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会给它一个听觉上的享受 我们把噪音降到了最低 对 这样的话是从 不管是从感官上还是听觉上 我们都会有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那么刚刚也是 其实我提到啊 就是加拿大就是不断的强调 是国内的品牌进驻到加拿大 那么我相信就是很多的华人 是知道方泰这个品牌的 那么如果说方泰进驻加拿大的话 也是会选择的 但是呢 就是加拿大的主流社会 还是以西人为主的 那么同时呢 西人的这个烹饪的习惯 是和我们华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 方泰进驻加拿大 是不是只是针对华人市场 有没有这个意向去 去要冲出华人 要走向这个主流社会 我想 我想一定会有的 那肯定是方泰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他肯定是最有名气的 那我们也很欣慰 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品牌 在很快的在加拿大 站稳脚跟 也是因为众多华人的支持与信赖 那我们不可能就是固步自封 仅仅仅限于华人市场 我们还有更多的市场去开拓 比如说其他的亚裔市场 比如说我们的主流白人市场 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目标 有人会讲说 是否因为西人做饭 习惯油烟清就不需要 一个好的油烟机了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首先呢 西人也会去煎一些东西 他虽然说油烟会小一点 相对来说 但他的味道会很大 那这些味道往往是带着那些油脂分子 在屋子里蔓延的 它是一定会对身体有害的 虽然说没有华人这么严重 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它仅仅影响很小 就去忽略它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好的油烟机 去为这个 让这个家庭 让这个房屋更干净 更清洁 是这样的 好 那么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家庭的主妇们 就比较心动了 就想说想要为自己的家里面是换一个全新的油烟机也好 厨具也好 那么怎么样呢 能够去现在买到 在加拿大买到这个方态的家店呢 是 我们在加拿大 其实现在已经有一家 在多伦多已经有一家专卖店了 它的地址是在Warden和14街的西北角 500号Elden Road 那我们另一家专卖店在西海岸的温哥华 现在也马上就要开业了 其实这样在 不光您是在东海岸还是在西海岸 您都能买到一个好的方态的家庭厨店 好 那么节目最后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呢 去选择这个方态的这样的一个油烟机 给大家一些建议呢 就什么样的人群适合什么样就是方态品牌的一些类型 不同类型的油烟机或者是厨具 是的 说如果我们方态其实有一款在国内非常流行的 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 叫做风魔方 它是一款侧吸的油烟机 是那种斜面的黑色钢化玻璃的一体的 然后呢 关上的时候呢 就像一个电视的液晶显示屏一样 打开的时候 它才会从中间打开 有个自动的一个升降机打开 然后它从里面吸风 那这款呢 也是在2013年从国内推出 然后呢 已经推出呢 它一年的销售量达到了40万台在国内 也是很惊人的 也是在全国排第一的 那这款呢 我们把它引进了加拿大 这样呢 是大家一直认为说 中式的油烟机是否是一定要抛弃外观 只是为了效果 那我们说不是 我们不仅有外观 还有效果 所以说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最新的科技 因为这个设计呢 我也另外提一句 它是由全球非常有名的IDEO设计公司设计的 这家公司也是iPhone 苹果iPhone4的这个工业设计公司 所以说它有的感觉是有一些 苹果iPhone应该有的元素在里面 想想 意想一个油烟机和一个智能的产品结合 其实还是挺让人心情愤的期待的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方泰家店的Ray 给大家带来了和分享了 关于这个油烟机啊 还有我们的厨房用品的这样的一些 小的一些贴士和一些概念 非常的感谢 那么也是希望可以对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有所帮助 好 那么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了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谢谢 谢谢